身裏都不舒服了,你說之前,我就覺得自己全身都沒什麼力, 站高身都會頭暈,一想起你,整個心都會痛,現在都好起來了,還好想吃東西。 我立刻叫人做點東西給你吃,你喜歡吃什麼? 不是真的要吃,只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現在,我只要你抱著我,就已經足夠了,我知道你還在愛我,我的心就很滿足了。 康小龍仔細看他的面容,看見他本來很蒼白的臉色,現在忽然紅潤起來,雙眼,他已經閃遍著令人驚心動魄的奇異的神彩,那些本來消失的眼光,好像又重新出現了,他的心不禁一陣歡喜,一時間說話都說不出。 machines,趙眼說著想什麼,趙眼說 趙眼說什麼,趙眼說我蔡眼說,趙眼說,對我忠心謹謹耿才對他們做的啦,才叫他們對你效力啦。 還的時候,他們向你效力啦。 還有,我,隊友話了,我,除了我,到現在還沒成家立室,你這個樣,我不可以靠你為了《雅兒》完成啦。 漢少龍聽到這番話好像交託後事那樣,那樣整身震一震 我都說過不准你講這種話了,你很快就會好起來了,你知不知,你很快就會好起來了 你看看這場雪多麼美,他將人世間所有醜惡的事都淨化了 但是,我雖然有很多個男人,我現在已經知道了,我真正喜歡的只有少龍你一個,其他人我都不記得了 在大娘的時候,我就已經應該死了,但我知道我還有機會再見到你,所以我才硬撐到現在 如果不是你叫我,恐怕我不會再醒的了,少龍,你不要哭了好嗎 講到這裏,朝雅輕輕地伸出三袖,為漢少龍抹了他眼角的眼淚 但是,漢少龍聽到他剛才那番話,只覺得全身冰冷,心如刀割 趙雅講的這番話是真的 他的病其實已經很重,只不過硬撐了一部氣,想見自己最後一面 現在他臉色紅潤,雙眼重現神彩,其實這一個正是回光反照啊 雅兒,你不要嚇我,你一定要堅持下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很美妙的東西等著你去品嘗享受的,好不好? 趙雅油情似水,微笑著說 但是,他說美麗的東西,總是短暫的,我還記得,第一次在寒丹街頭見到你,那時候你衣衫難留,好像很落魄那樣,你的人站在那裡,就有一種任何皇室貴咒,都比不上你驕傲的殺死 趙雅英知,我就已經愛上了你,無法自拔地愛上了你了 你後來為我作過的詩,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多麼美的詩句啊,這是我一生人之中聽過最美的情話 你之所以狠心留在戒涼,就是因為這兩句話,我和你相逢過,相愛過,不是已經勝卻人家過過千世百世了嗎? 最後,我都忍不住要來見你,你還記不記得你說過蜜糖的預言? 你就是我的蜜糖了 那樣,韓少龍聽到這番說話,心裡真是碎成千片萬片 他心裡真是百感膠雜,含著眼淚,他慢慢地問上趙雅卓越香醇,趙雅熱烈地反應,他的呼吸出,其間急速 然後,整個人一軟,輕輕靠著在韓少龍的懷抱裡面,他的嘴唇慢慢地轉爛 漢少龍,在韓少龍,當他一點點不妥,馬上離開他嘴唇仔細地看,知道,趙雅已斷氣,但他的嘴角,仍然掛著一絲溫足幸福的皺爺,雙眼輕輕地閉上。 只是睡著了,好軟好軟地睡著了, 漢笑龍知道趙啞永遠都不會再醒, 他能夠將生命延續到這一刻, 只是靠著一口氣,靠著夾眼地想見到最後一面的這一口氣, 趙啞一死,使得漢笑龍感到自己在寒丹城的過去, 也隨之埋葬,和自己有關係的三個趙國的王族美女, 趙仙、趙尼、趙啞,每一次都狠狠地打擊著他, 到現在,他已經麻木,他的哀傷太多,他太累了, 只是這一日之間,他看著陸公和趙啞先後慈勢, 這兩個日的過世,都是如此突如其來,使他再也受不起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折磨, 他將趙啞的後事交給逃方他們去打理,然後依照趙啞的遺願, 安撫著趙帶他們, 亦再也支持不住,躲回房裡,痛哭了一場, 跟著沉沉睡,各位,欲知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趙啞的死被韓少龍,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帶來了很大的打擊, 但是,他沒有時間沉沉在悲痛之中,只是沉沉睡了一覺, 翌日,他將趙啞的後事交給逃方打理, 居然安撫著趙帶他們一番,自己帶著十八鐵位,馬上上朝, 今日的朝會非常關鍵,他也在今日的朝會上面, 和小盤他們一齊挫敗類不畏的陰謀, 將他要搶奪左城商和大司馬職位的如意算盤, 全不能打亂,但他雖然已經考慮地使朱姬和盧海都支持自己的提議, 不過昌平君,畢竟在經驗上,這個得望上還是差了很多, 怎樣才可以在今日的朝會裡面,完全挫敗類不畏的陰謀, 使昌平君順利地登上左城商呢, 這個也是他項小龍和小盤對抗類不畏的這場鬥爭中, 其中的智慧關鍵,當他來到朝堂上演的時候, 昌平君也早就被人通知這個消息, 小盤和親自和他談了一次, 但是他今天站出來,自己的心得還是十五十六, 因為他畢竟是自己知道自己事, 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要坐穩一個隨先交下來的位子, 自己真是沒有什麼把握, 他撫著臉,對漢小龍說, 你怎麼會向儲賓抬我出來的, 現在他不為權傾朝野, 人人都要看他臉色做人, 唉, 真是問你就好了, 自己躲在一旁, 但是要我這樣跟他作對, 以後我還有安樂日子過嗎? 河小龍爬掛到肩膀, 以前不是有些先言說過什麼天章降大任於私人, 必先什麼苦其心智? 放心, 有李師在後面跟你打點一齊, 跟你出了主意, 雷不韋又沒有了莫傲, 你怕過什麼? 哎呀, 李師自己都這麼忙了, 哪有時間來幫我呢? 河小龍小聲安慰他一番, 忍然扯著他一齊進去, 當百官行過貴拜之禮之後, 小盤坐在王座之上, 朱基坐在右邊, 這場朝會馬上就要開始, 秦國皇宮的大殿分成兩層台階, 第一層是小盤的親兵, 既定在小盤座位前面那層台階那裡, 由昌平軍、昌文軍兩人統領, 在王座的台階下面, 一路排到大殿門外, 氣氛非常莊嚴肅目, 除了禁衛軍之外, 其他進入大殿的人都不能攜帶兵器, 七十幾個文神武將, 穿著整齊的官服排列兩旁, 右邊是以右承上呂不惟為首, 接著就是王煥、蔡澤、賈公成, 還有兩個是秦國的皇族, 雲陽軍營奧和二渠軍營妻, 這一班的文神, 李斯和路海分月牌在第十七和第十八位, 官職也算是相當高, 另一邊就是以大將皇陵為首, 接著後面就是王吉、蒙鵬、杜碧等等, 項少龍任職都騎統領, 只是令這個職位稍微低一點, 但同時他身為太子太父, 即是現在儲君小盤的老師, 所以地位就很尊崇, 所以他現在只是站在杜碧下面, 後面跟著他還有三十幾個人, 小盤坐定之後, 鬆容自若地, 首先表現了對陸公開道, 他說話平穩, 而且很具威嚴, 已經隱隱有未來秦始皇的氣概, 韓少龍看得不禁心中歡喜, 當小盤說到最後一句, 現在朝會正式開始了, 各位有什麼稟咒呢? 雷伯偉即時走前一步, 首先發言說, 太后處君寧鑑, 現在我們大重政也多時之秋, 先有東郡民變, 接著徐相, 又在危境遇到襲擊身亡, 陸公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憂憤而死, 他兩位, 一個官居左承襄, 一個是君政院的統領大司馬, 即為他非常重要, 現在應該馬上重整朝政, 填補他兩位的空缺勵精圖治, 在將為德, 隨相, 被楚人刺殺而亡, 你不血債, 也一定要用血勵患, 不然東方六國, 就會欺負我們大巡無人, 他剛剛講完這番話, 王吉已經發火怒汗, 楚人實在欺人太甚, 隨相代表楚軍, 去吊製楚孝烈王, 他居然將我們的師姐殺了, 這樣以為送到春生軍的首級來, 再割完五座城左, 平息我們的路火, 真是太天真了, 眾人聽到紛紛呼和, 個個都無權擦掌, 說要討伐楚國, 小盆冷冷地看了眾人一眼之後, 然後說, 是否要向楚人討還血債, 因為這件事, 還另有隱情, 暫且不提了, 至於隨相和上將軍空出來兩位職位, 寡人和太后商量過之後, 已經有了主意, 雷不韋呢, 雖然見到小盆那天頂撞自己的時候, 已經說過, 這兩個職位的人選已經心中有數, 但是, 自己猜他應該還未跟朱姬說的, 如果不是的話, 朱姬怎麼都會透露那些風聲給自己的嘛, 怎知現在聽到小盆的感覺, 感到好惡然, 望下朱姬, 見到正眼都不看下自己, 哎呀, 他心就知道閉加火了, 即是說, 隨相遇襲而亡, 這件事連坐人都供應了, 未知還有什麼隱情呢, 請儲君明白指示, 小盆很不高興的嘛, 寡人剛剛說要把這件事先擺在一邊, 那就擺在一邊咯, 仲父, 難道你聽不清楚的嗎? 這幾句話說得很不客氣, 雷不韋聽到不禁現實一邊, 但是他很會聰明的, 即是不出聲, 即是向黃吉和蒙傲兩個洗眼色, 意思即是說, 由你們接力一下, 跟著走到一邊, 另歪一面就索性不看, 當然啦, 如果沒有朱姬的支持, 他又怎麽頂撞小盆呢? 本來呂不韋一早就和蒙傲、黃吉他們商量好, 到時自己這邊又怎麽講, 這一邊又怎麽繼續講下去, 啊, 怎麽也想不到, 這個小盆這麼強硬, 所以黃吉一詞之間, 都不敢亂發言, 自從商鞅改革秦國的政體之後, 軍政大使的最後決定權, 都集於君主一身, 所以如果朱姬不反對, 小盆的確可以為所欲為, 除非都推翻了她, 如果不是她的說話就是命令, 自從漢小龍離開秦國之後, 那個呂不韋又沒有壓力, 所以一直, 對於朱姬和小盆兩個, 都不斷欺壓的, 小盆也一直忍氣吞聲地忍受, 但是現在呢, 嘿嘿, 自己可以把她渴回頭, 心都不知道多麼開心, 看來河小龍一回來, 無論是實質心理上, 都使小盆這樣的形勢已經改變, 敢動乘機啊, 伸張軍拳, 借此來打擊一下雷不韋嗎? 朱姬這時候, 見到小盆兩句說話, 就頂到雷不韋沒有聲音出, 神態有點尷尬, 就是這樣, 他再看下河小龍, 也有了信心, 就說, 我和王儀的確商量過, 君政院大司馬這個職位, 由皇陵大將軍補上, 還興有什麼意見啊? 河小龍聽到不如暗中嘆一口氣, 他想到, 這番話, 如果由小盆這個未來的秦始皇說出來, 怎麼會加上最後那句, 說什麼眾人有什麼意見呢? 自己說點就要點了, 皇吉聽到朱姬說, 叫皇陵做大司馬, 他本來, 和皇陵是大家同族的, 一聽這番話, 即時就很高興, 皇陵大將軍, 最佳人選了, 呂不韋本來, 想將蒙古捧上去, 自己對於將來, 調動秦國的軍隊更加熟悉, 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朱姬已經開了金口, 皇吉是軍方眾臣, 亦表態支持, 一下子是無可奈何, 只好不出聲, 他不如狠狠地盯著河小龍一眼, 知道一定會從中搞鬼, 另外在那邊, 那個馬匹精塞澤, 見到呂不韋, 好像很不高興, 臉色鐵青, 即時二路賣路地說, 大司馬這個職位, 皇陵將軍, 的確是很適合做的, 不過左上角的位, 事關重大, 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人, 一定是他使人心服的, 不知道太后和儲君心目中, 人選是誰呢? 朱姬聽過這樣一說, 他當堂自己說不出口, 當然, 如果輪到德高望重, 何時才輪到昌平君? 漢小龍看了昌平君一眼, 見到他低頭, 臉色張紅, 顯然這個時候, 他心是十五十六, 知道如果不看他做些聲勢, 到時候他們, 或者會拿不定主意, 於是他馬上嘻嘻一聲說, 蔡公你的話說得好, 不過微臣看來, 還未足夠, 微臣以為, 如果要有資格做做這個左上相的話, 一定要符合三個條件, 跟著另轉身, 對小盆和朱姬公身行, 你說, 太后儲君明禁, 可不可以讓微臣, 對這件事略陳己見呢? 小盆一聽到, 韓少龍出手了, 心想, 哼, 你呂不韋又怎樣, 對手啊, 一時間都不知道多麼高興, 馬上向朱姬, 請示一番, 而朱姬當然也同意, 小盆馬上又很高興, 向太傅請直言, 不用有什麼顧忌的, 呂不韋一聽說, 韓少龍要發言, 知道他一定要來炒瓦當, 心不如暗暗叫弊, 但這時候自己又沒有了符, 怎算好呢? 杜碧看到這一切就面大冷笑, 從他的立場來看, 寧願左上角這個位, 不會落到呂不韋那派的人手裏面, 自己這頭, 怎樣都要留在後腦, 那邊軍方人選之中, 王吉雖然也很欣賞呂不韋, 但始終本身是秦國的本土人, 屬於軍方本土勢力的中堅人士, 他對韓少龍也有些好感, 所以只要韓少龍講得合理, 他自然會支持, 這樣的形勢, 真是非常微妙了, 這個時候, 眾人不如一起望實韓少龍, 看他究竟有什麼說, 韓少龍就說, 所謂用人為才, 要做到左上上這個位, 肯定就要有真材實學, 這樣才可以擔當這個職位, 至於得望可以慢慢培養, 在現在, 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不信我們大家看看呂相, 他以前只是個商家佬, 做上國之前, 全部都是以做買賣為主, 當他登上上位的時候, 又誰人認為呂相是治國之才, 但現在呢, 大家都明白了, 誰不心服口服呢, 由此就可以知道, 微臣提出來的第一條件, 背後的道理了, 眾人聽到這番話, 都覺得啞口無言, 當然啦, 康少龍硬要把這件事, 牽扯了呂不韋的身上, 他說呂不韋當時, 在擔任丞相之前, 都是個商人, 根本也沒有什麼不幸威望的, 你看一下, 現在呂相做得多好, 如果眾人出聲反對的話, 就反而變成針對呂不韋了, 現在時間黃緣賽債, 他們都不敢出聲, 呂不韋聽這番話, 憤怒到幾乎廢都歪了, 他最憤怒人家提起過去, 但現在又真的有口難言, 那怎麼辦呢? 幸好這個時候, 蒙茂面色一沉, 馬上拆開話題說, 請問韓大人, 另外兩個條件又是什麼呢? 康少龍很羞恿地說, 左上這個職位, 他管的大部分, 都是軍政系統裡面的人和市, 所以, 我覺得這個丞相之位, 一定要由我們大巡本土的將軍裡面選出,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大巡兵將心悅勝負, 這個條件非常重要, 絕對不可以草率的, 他這個條件一說出來, 說你一個左丞相, 要負責好操領軍方將領, 他馬上又將黃緣, 和不是本土巡人的蒙偶, 兩個人叫在一邊提之, 沈沈商量一下, 看來, 按照韓少龍這樣說, 完全符合他兩個條件的, 只有杜碧和黃吉, 槍平均更差一點, 雷不偉聽到韓少龍這樣說, 還借自己過橋, 勾到面色發青, 但是又無話可說, 一時間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而秦國的軍方將領, 而不是黃吉在內, 聽到韓少龍說, 這個做左丞相的人, 第一要有才能, 第二, 最好出身至秦國軍方的本土將領, 這句話就很對聽, 所以人人點頭同意, 小盆聽到馬上拍案就說, 好, 講得好, 現在連寡人都很想知道, 第三個條件是什麼, 一夜了, 小盆就接著說, 第三個條件, 是這個人一定要年輕有為, 能夠陪伴儲君一同成長, 這三個條件, 這算是最弱一環, 當然, 只有前面兩個條件都不行, 因為黃吉, 以及杜碧都有條件, 亦都有資格去爭一個左上之位, 唱平棍還是差了一點, 所以強硬還要砌第三個條件出來, 但是這個條件, 可以說也是, 他講的這三個條件之中, 最弱一環, 那幫大神聽到, 當同自知, 沈沈, 議論紛紛, 學到黃少龍起的第三個條件, 他似乎大膽了一點, 雷不惟雙眼一掃, 掃到這個情形, 即是嘻嘻一笑就說, 黃太傅你說的最後這個條件, 似乎值得相確, 不知你心目中有什麼人選, 小盆的旁邊即時接口說, 行了行了, 漢太傅的說話, 正是寡人的意思, 昌平君跪低接旨, 大殿煞時靜沙落來, 昌平君立刻跪低, 小盆說, 由今日開始, 昌平君就是我大巡的左丞相, 寡人主義已定, 大家不用再多說了, 免得另生枝子, 看見他聽完小盆幾句說話之後, 全身都摸到震了, 心裡暗暗好笑, 看都不再看他了, 馬上帶眾人一起跪低, 散呼萬歲, 他本來是沒有可能的事, 居然就是這樣, 被河少龍把他變成事實, 而最關鍵的一著, 是他們首先取得了路海和朱基的支持, 這樣一來, 路海和朱基也要和呂不韋公然決裂, 也沒有鑽彎的餘地了, 夜日, 太子丹也乘機帶眾人回燕國, 河少龍專門派了樓巢袍布兩個, 帶了幾百人刀騎斌互送, 免得呂不韋再使橫手害死他, 處理過其他的事情之後, 河少龍就回到牧場, 很安葬照額, 同時自己也乘機要休息休靜一下, 等事情辦妥就已經過了十日了, 那十日之中, 小盆幾次派人來催他回去, 河少龍這時也逐漸入悲痛之中, 復原回來, 於是也馬上動身回到咸陽, 回到咸陽城見到小盆, 小盆見到河少龍都不知多高興, 和他兩個人在書宰那裡聊天, 一坐下來, 小盆就對他說, 師父你知不知道臉婆那張官帽被人摘了, 好啊, 河少龍聽到微微感到惡然, 雖然他也估到這件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但他依然感到難過, 臉婆一走, 趙國從此就是奸鬼國開, 和寒天的情人旁軟的天下, 但不知李牧的命運是怎樣的, 一直以來, 趙國都是靠臉婆和李牧這兩大名將, 抵擋著大蠢和其他國家的侵擾, 現在臉婆被貶為平民, 小盆當然如色重複, 他說, 沒有了臉婆, 趙人等於沒有了半壁江山, 哼, 如果他將來連李牧都趕走了, 趙人一定馬上完蛋了, 降少龍知道, 小盆雖然出身趙國的王總, 但由於李牧和孝成王, 害死了他媽媽趙你, 所以他對趙人非常冤恨, 對於他的這種情感, 自己都很難影響或者改變他, 他就說, 趙人有沒有殺到臉婆呢? 臉婆這個人老謀心算, 一見世色不對, 就馬上帶著自己的族人, 逃了魏國的大娘了, 不過他留了一條命又有什麼用呢? 他太老了, 再也沒有當年的勇猛銳氣了, 降少龍聽到心情愈發沉重, 小盆又嘆了一口氣說, 不過可惜現在李牧呢, 還在雁門關那裡, 還曾經大破兇勞, 看來他還有一段日子很風光的, 只要一日有李牧在那裡, 我們也不用滅亡趙廣, 哼, 現在, 只好找韓國和魏國來先開刀呢, 韓少龍聽到這番話, 想起韓廠, 韓非子和龍陽君這班老友, 心情更加低落, 但這兩班人之中, 他對龍陽君的感情比較深一點, 即時問, 現在既然蓮婆走了去帶梁, 如果我們攻打魏國, 魏人喜用蓮婆, 那豈不是, 工藝都不是那麼容易嗎? 小盆又誤會了他的意思, 以為他想快點來統一陸國, 於是細細稱說, 師父你放心好了, 這個叫做此一時也, 彼一時也, 今年初的時候, 蓮婆還帶領大軍攻打魏國, 佔據了一場很重要的魏人的城市, 安尼王對他是非常痛恨的, 哼, 他走去帶梁, 不趟他就怪了, 還怎麼會起用他呢? 韓少龍聽到更加啞口無言, 小盆拆開話題說, 現在呂不韋, 最頭殼的就是, 他拼了一個韓國人鄭廣, 為我們收了一條大距, 工程已經開始年紀了, 這件事, 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領, 使我們暫時都不能大舉出兵, 不過, 現在怎樣都可以在韓國那裏, 拿回一些好處的, 毛巫現在已經在密羅緊固, 徵召人馬, 不過, 我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由師傅你親自帶兵, 招你立下戰功, 我有辦法將你升上將軍, 可以將毛巫和王吉押回去, 河少龍聽到心暗暗的, 擔心不擔心, 就說, 現在就未算是時候, 如果我走了, 說不定隊的位, 又會搞什麼花神, 至少都要等槍平均, 站穩腳跟緊才走, 小盆聽他嘆一口氣, 始終都覺得河少龍說的話有道理, 所以也不再堅持, 繼續談其他事情, 小盆提到, 雷不偉吹捧自己的手段, 真是使人防不勝防的, 你回了牧場的帝人, 雷不偉派人貼了很多告示, 說什麼, 如果有人能夠想到, 在他那部女士春秋那裏, 加多一個字, 又或者減少一個字, 馬上就掌上他千兩黃金, 使他人人都爭著他那本女士春秋, 師父啊, 哼, 你都知道, 這些廢書, 只是方便去奪我的權力, 那真是想起都生氣, 你說有什麼辦法, 才可以將他的氣炎打下去呢? 韓少龍聽到不禁目瞪口外, 猜不到, 這個雷不偉真是很懂捐孔那賣廣告的, 這樣一來, 他就等於控制了巡人的思想, 這個雷不偉真是非同小可, 那究竟韓少龍又想了什麼辦法來對抗呢? 若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小盤對韓少龍說, 那個呂不偉真是很會吹捧自己, 看見到這一邊, 左承上之衛被昌平君坐了, 爭官為這件事失利之後, 又想了另一招, 就在咸陽城內張貼告示, 說呂不偉, 主編的這本《呂是春秋》, 現在徵求大家意見, 有誰能把這本書改了一個字的, 就送上千兩黃金, 搞到人人都爭著讀他這本書, 這就非常厲害, 因為雷不偉這本《呂是春秋》, 是他請了六國之中, 很多又名望又影響的學者, 一起集合了眾人的智慧寫成的, 官就官他的名字, 而且他講的呢, 也是當時百家學書的精華, 其中呢, 他選了很多有利於自己的學書傳播, 說天下有德者居之, 那如果皇帝國軍做得不好, 就要蟬揚給有賢德之人, 就像以前的姚信一樣, 其實呢, 都是為了, 將來, 自己能逼小盤讓位給他做勢, 而現在, 他說用千兩黃金, 懇求人在上面改一個字, 將自己的書一吹到神父其神, 其實間諜呢, 也都用另一種手段, 宣傳他的女士主義, 使得大家呢, 個個都爭相讀他的書, 同時感到, 這個呂不韋啊, 真是一代性人, 很有學問, 很有言德啊, 這樣, 做成一種這樣的印象, 似乎, 秦過這十幾年來, 對外確張的每一次勝利, 人民的風衣捉死, 全部都是他呂不韋一手搞成功勞, 而對於, 來自二十一世紀的漢小龍來說, 他當然是更加明白, 這種賣政治廣告, 做蘇的手段, 其實對民眾有幾大影響, 何況, 這個時代的老百姓, 他們的資訊, 遠不如現代社會那麼發展, 所以老百姓, 也都更加容易受鼓動了, 雷伯為美照, 的確也都算是很高興啊, 但是, 這些有關這個時代的學問, 學識的東西, 是自己怎麼看小盆可以想到辦法呢? 漢小龍眼睛一瞳, 突然想到紀姻妍, 是的, 自己家裡放了一個這麼有學問的妻子, 不去請教, 嘿嘿, 自己真是蠢啊, 他馬上又向小盆建議, 找來李斯龍和紀姻妍, 一起商量一下, 怎樣對付雷伯偉的這本書, 小盆是恩言同意, 即時由漢小龍, 就回去叫紀姻妍, 而小盆自己呢, 也都叫了, 自己這個集團的幾位眾神, 包括王寧、李斯等等, 一起在書房裏面相宴這件事, 紀姻妍就說, 其實要制服雷伯偉呢, 也都不是那麼難的, 我看過他本《女士春秋》, 裏面的確是集前人之大成, 如果流傳後世, 的確是一本不留的著作, 但是, 他的這些美論, 學說, 都是集前人的大成, 那都是食人口水咪, 沒有一樣東西是他自己創新的, 哼, 如果用我乾爹的五德始終說, 這樣, 我可以對抗他咯, 李斯點點頭啊, 沒錯, 沒錯, 財女說得真是對, 裏不韋做了這部《女士春秋》出來, 其實無非呢, 都是想讓人看完這部《女士春秋》, 周先生的《五德始終說》, 他說更加直接, 亦的傳播更加廣, 講的是天人感應, 就是說, 如果, 地上面, 有一位新的聖人出現, 天地之間, 就一定有一些新的《長遂》出現的, 而最妙的是, 呂不韋呢, 在他那部《女士春秋》裏面, 也都佔立了, 好像周先生這些《五德始終說》的其中的精華, 我們用《五德始終說》來對抗他, 他只是意志之矛, 公子之盾, 他自己都反駁不了, 再加上《微臣》這一排, 反覆研究, 雙央先生以前在秦國變法的時候, 他制定的制度, 發現還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 例如, 現在左右丞相的職權重點, 所以, 呂不韋本來是管財政的, 但是, 他又可以對軍政方面指手或腳, 只要我們配合《五德始終說》, 陳記, 制定一個全身的官制, 到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將每一個官位的制度, 都定得清清楚楚, 每一個官管什麼, 他可以做得什麼, 都完全明白, 而且, 將所有的要害之權, 全不能集中在國軍手上, 這樣就不怕這個女賊, 再有什麼弗必了, 我已經想到這套官制了, 就叫做《三公九卿》, 項少龍聽到他心一動, 難怪, 在二十一世紀, 看很多歷史書, 才指及, 有時, 看大戲的時候, 都聽到《三公九卿》的這個詞, 原來這個對後世影響這麼大的官制, 是尼斯這個超級腦袋想出來的, 但現在當然也不說了, 小盆聽到非常興奮, 立刻就要紀姻言, 馬上解釋一下, 《五德始終說》的原理, 紀姻言就說, 其實《五德始終說》, 所以能夠得到天下的人, 也一定會得到上天的五德五行相應, 除非你能夠得到其中一德, 這樣才可以真正統一天下的, 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 每一德到一定的時期就會衰落, 而下一德就會興起, 好似遠古時代的皇帝, 他得的就是黃色的土德, 但是到土德衰落的時候, 就是木黑土了, 所以接替他的夏語, 得的是木德, 金黑蒙, 成湯打敗夏朝, 他得的是金德, 火黑金, 周文王, 他得的是火德, 所以他能夠滅亡雙朝, 現在呢, 有些周朝衰落, 成世而起的, 就應該是水德了, 小盆香就雙眼發光, 沒錯沒錯, 水黑火, 水黑火啊! 王寧的人很謹慎地問, 我都知道周先生, 學救天人, 但他始終是一家之賢, 不知道這麼說有什麼根據, 幾依然微微一笑, 他說, 五行之說, 最早在上書之中, 就已經有記載了, 而大賢人孟子, 也曾經提過, 他說, 武德每五百年, 就會轉移一次, 由成湯到周文王, 剛剛好就是五百年, 而從周文王到現在, 也都有五百年了, 那些人說, 現在新聖人就應該出現了, 有些人說, 這個新聖人, 就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孔子, 你意思是說, 孔子最多是個賢人, 我看新聖人, 應該是我們儲君, 小盆香都不知道多麼高興, 但又有些人擔心, 自己不是那個新聖人, 你走走眉頭說, 哪個孟子口中, 自己每五百年, 就是愈出世的新聖人, 這些都是空口講白話, 你有你講, 他有他講, 那怎樣才可以打敗類不畏的邪道歪說呢? 漢小龍說, 這點我明白, 要用悟德始終說, 去攻擊他的女士春秋, 靠的就是宣揚的手法, 和幾才女的乾爺周顯先生的權威, 是問, 現在天下間, 有誰比周先生更有資格, 判斷誰是新聖人呢? 到時候, 只有周先生親口說出來, 說儲君是得了誰得的新聖人, 那誰不服呢? 我們利用這個悟德始終說, 推行李大人草擬的三公九卿新官仔, 到時候一定可以重整朝政, 不讓呂不畏, 那麼肆無忌憚, 那麼橫行無忌, 皇陵的心還有些擔心, 他說, 剛才幾才女說, 誤得轉移的時候, 新聖人如果出世, 一定要認回天上的說服之象, 好似皇帝呢, 就是見到一隻大孔長, 文王呢, 就是見到一隻火尺鳥, 擔著本丹書, 如果儲君, 他沒有什麼順長應在他身上, 恐怕就很難證明, 他也是親命的天子, 漢少龍來自二十一世紀, 很清楚這一類宣傳和漁民的手法, 心想, 以前讀歷史書, 什麼漢高祖斬白蛇起義, 哼, 其實說真的, 都是一些宣傳造勢的辦法來的, 或者, 他突然間凌機一觸說, 這件事容易了, 喏, 朝儲君, 去祭河的時候, 我們派人炮了一條, 能在河面上翻騰的黑龍, 就好像尼斯胡怪, 他一下子見到眾人看著他, 他突然想起, 是的, 這件事發生了後世的事, 現在解釋他們怎麼明白的呢, 馬上插開話題說, 沒有什麼, 其實只要那些黑龍, 都不用整條箭曬, 只要露出一個背井, 我們就可以指說, 黑龍都是拜儲君, 證明他就是上應天命的真命天子, 那時候, 一切不合你的事, 都有了支持, 昌平君這個時候, 也都在聽著, 黃明廷都走走眉頭說, 這件事說起來容易, 但是如果被人識穿了, 那豈不是笑話, 還會影響儲君先的, 河少龍想起, 那天, 或是懲戒呂雄的時候, 自己救了那對夫婦, 後尾才知道, 這一對外表看上來是小夫妻的 青年男女, 原來是梁兄妹, 那個妹叫周美, 兄長叫周梁, 而周梁呢, 正是一個造船專家, 又想到, 幾千年那班家長裡面, 有好幾個月過的能工考將, 笑著說, 這件事就放在我身上了, 這條黑龍呢, 只要有些聲音, 或者能夠做幾個動作, 馬上就潛伏落水, 那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保證沒有人可以看得穿的, 小盆廳在這裏呢, 當同什麼心事都拋開了, 眉開眼笑, 這件事就拜託太父了, 另轉頭, 對幾千年又說, 幾才女, 寡人如果認了這個符瑞得出水德, 那一定要有些儀式, 和各方面的配合才行, 請幾才女, 仔細地為寡人籌惑, 不過今天這件事, 只能夠到回這麼多人知道, 還有昌平坤兩兄弟, 都可以讓他們知曉, 但是如果寡人發現, 任何人洩漏出今天的消息, 一定會追究絕不要輸, 眾人一起倒下頭領旨, 出去了之後, 漢小龍馬上去找昌平坤的兩兄弟, 講了剛才的事, 昌平坤也有另一件麻煩事, 想麻煩漢小龍, 他說, 唉, 現在我兩兄弟呢, 最擔心的就是妹妹瑩瑩, 她被管中邪, 神魂顛倒, 整天都黏著她的樹, 儲君已經叫了律師, 來和我兩兄弟說, 叫你管好妹妹, 如果不是, 萬一仍然真的嫁給管中邪, 那到時候, 我們和呂賊終於守上來, 唉, 那妹妹真不知怎麼辦呢, 小龍, 你現在連琴青, 這位秦國, 以節熱聞名的寡婦青, 都對你放心暗許, 那對付仍然就更加手到琴來, 你不如幫那兩兄弟, 將仍然在管中邪身邊搶回來, 韓少龍聽過兩個敢說, 苦笑著搖搖頭, 自從趙雅死了之後, 除了琴青之外, 對其他的女人, 她已經心如止水, 但是, 想一想, 也都明白昌平軍, 昌文軍他們, 現在的確很難做, 萬一仍然真的嫁給管中邪, 那就算是小盤, 也都很難完全信任他們, 因為其中呢, 這些和雷不偉扯不斷的, 也隔不開的關係, 一定會使他們兩兄弟身份更加尷尬, 唉, 那自己應該怎麼幫他們好呢? 昌文軍就說, 前幾日, 我聽到呂不偉的女兒, 呂良蓉, 放出風聲來說, 她現在呢, 還想叫管中邪, 和她打一場, 總之誰贏的, 才能夠取得到她, 顯然呢, 呂良蓉對你也有點意思, 不然呢, 我們趁機殺殺她的威風, 如果少龍也能夠打敗管中邪, 她在每個心目中, 一定印象大些, 怎麼都不會跟一個, 大軍之將就再好下去了, 到時候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現在整個咸陽, 最囂張的就是縱婦婦那幫人, 我們如果能夠教訓管中邪, 硬一硬雷賊那幫人的起厭, 乘機幻定, 還可以將都衛軍, 在他們的手上搶回來, 豈不是一舉三德, 項小龍聽到他們心一動, 想一下, 那的確, 也是一個好辦法來的, 如果能夠除了管中邪, 將都衛軍, 在雷不衛手上搶回來, 至少咸陽所有的兵權, 就集中在小盆里一邊, 想到這裏, 他點了點頭, 好了, 那一於, 就由窗屏軍你, 在醉豐樓那裏, 訂一圍斬折, 我們今晚就在醉豐樓那裏, 喝酒, 而且說明要歸現和善美美兩個人來陪酒, 到時候呢, 一來, 可以順便追迷那個五符答應送給我的飛龍槍和寶盾, 明日方言, 只要我們點了這兩個美女的名字, 管中邪想起, 他上次正是用這兩個女孩來害我性命的, 那他一定會趕過來胡花的嘛, 到時候, 我們自然就有辦法殺他威風, 唱平均聽到大聲叫好, 馬上前去操辦, 漢少龍就趁這個機會, 通知了騰逆和十八鐵位, 今晚就跟他去醉豐樓, 然後自己呢, 就馬上轉身去找蒙豪, 他心裏面很清楚, 現在最緊要的是, 在秦國軍方之中, 一定要爭取多些, 掌握實權的人, 對自己這一邊的支持, 這樣才可以使小盤的勢力, 和呂不衛的勢力重新達到平衡, 而可以埋手的人之中, 蒙豪是最有希望的一個, 他雖然, 是呂不衛一直以重的親信, 但是上次出事的時候, 呂不衛曾經, 為了能夠殺死自己, 也要將蒙豪那兩個兒子殺在一起陪葬, 這件事如果被蒙豪知道了, 他的心裏面, 只要對呂不衛有一絲的不滿, 這樣自己也要離間計, 就很容易成功, 怎知他來到蒙豪的家坐下, 都未開始說, 蒙豪已經叫所有的下人走出去, 然後嘆了一口氣說, 河大人, 你來做什麼我不想知道, 但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要講重負的不是, 這樣就不用了, 停一停, 他雙眼之中, 有一些欠言的神釋, 顯言, 他似乎對河小龍還是有些好感, 所以也有些歉意, 他說, 我蒙豪本來是齊人, 因為在齊國不受重用, 在秦昭鑼的時候, 我就是在秦國, 雖然我履立戰功, 但是就一直因為, 自己是秦人的身份, 受盡多少辛酸秘虎啊, 一路到重負長的大權, 我才有出頭之日, 他對我, 可以說是恩重如山, 所以, 無論他有多少不對, 甚至, 他就算要拿我父子三人的性命, 我無謀都絕對不會就半點來頭的, 如果不是念罪, 上次出事的時候, 小龍曾經社命保護過我的兩個兒子, 我今天怎麼都不肯讓你踏入我門口半步, 但是這個, 也都是最後一次啦, 項小龍聽到不禁好惡言, 原來蒙豪一早就知道, 類不為上次, 或者要殺自己, 甚至要犧牲他的兩個兒子的嗎? 他說, 大將軍, 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嗎? 蒙豪慢慢點一點頭啊, 當日你們出事回來之後, 我反覆問過我的兩個兒子, 你們遇到雜誌的情況, 當時我已經決定, 其中一定另有隱情, 但事情過載啦, 今天也不願意再提啦, 河小龍, 總之, 無論如何, 我對仲父的心, 是不會變的, 河太父, 請回啦, 河小龍怎麼都想不到, 他對雷不偉居然這麼如鐘, 不如得心頭火起, 殺一聲起身啦, 人各有志, 河某人, 也都很難相強於將軍, 希望大將軍分清楚, 私奉秦國, 和私奉雷不偉的分別, 免是禍及子孫, 到時你悔之以慢啊! 好事, 講完就是大踏步地向外邊走過去, 蒙豪聽了這番說話, 因如一聲大學說, 別走著, 河小龍停著腳步, 冷笑一聲, 大將軍, 你不是想留下我河某人頭啊嗎? 行! 蒙豪一向恩怨分明, 亦都不想使什麼卑鄙小人的手段, 仲父他雖然熱粗功名, 但是講到底, 他的仇先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命啊, 你看一下, 歷代入秦, 當權之人, 超強愛人的話, 有誰又好下場啊, 所以仲父現在這樣做得逼不得已, 為靠自保而已, 少龍, 你如果能夠放棄前言, 我可以代你跟他講幾句, 嘿嘿, 太遲了, 自從上次出事, 前公子他們, 被類伯害死的時候開始, 我和他的仇恨, 就只能用鮮血來穿死, 而他後來, 毒殺先王, 甚至, 害死除先, 激死陸公, 更加和儲君和秦國軍方, 幾大都不戒之首, 蒙將軍, 你現在只能夠期望他能夠成功謀朝三位, 如果不是, 駐連三族的大禍, 也都逼在眼前, 說話講到這裏, 我以後也都沒有興趣, 再跟你講這些事情, 本人, 告退, 蒙無顯然, 知道呂不韋, 原來, 落毒殺了莊商王, 和害死除先的事, 不如臉色大變, 你講什麼呀? 漢少龍嚇嚇一笑, 聖任之中, 講不出這麼悲憤, 他再也不理夢傲, 大大步地, 就響著廳外走過去, 當漢少龍來到最風流的時候, 不見那個五符出來迎展, 只有一個風吻有傳, 滿面對著笑容的中年婦人, 在說, 奴家春花, 那最風流的其中一名管事, 歡迎漢大人大駕光臨, 跟著幾個屁女湧上來, 為他除了外衣服侍得非常周到, 漢少龍冷冷地看著他們一眼, 五樓主急病過了身, 要不然, 為什麼見不到他呢? 然後, 另一邊對那幫鐵衛說, 今天五樓主請客, 你們一個一個, 全部在樓下那裡盡情玩樂, 不過千萬不要喝了那些有毒的酒菜, 聽善他們的會議, 河少龍叫他們一陣間自己的野事, 將事情搞得越大越好, 於是一班人, 即是齊聲歡呼, 就衝進一樓, 搞到春花馬上安排人招呼他們, 然後說, 河大人, 你真是開玩笑了, 我們的酒菜怎麼會有毒呢? 河少龍笑一笑, 河少龍聽到當堂呱了海, 馬上明白到, 呂不韋是想借善美美的手, 讓他和路海之間發生衝突, 自己就可以坐山觀虎鬥,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河少龍開始答應了昌平軍兩兄弟, 要想辦法, 將瑩瑩在管中邪身邊搶回來, 現在要向管中邪野事, 最好的辦法, 就是去找那個, 最風流的樓主吳夫的晦氣, 因為大家心知肚明, 上次, 雷不韋那個死了的軍師木傲, 想了他的毒計, 要害河少龍, 就是用龜眼條舌, 將那顆, 包有毒藥的毒狼, 藉著摺蜜的機會, 送到河少龍的喉嚨裡面, 這一雀的確厲害, 害得河少龍幾乎沒命, 幸好, 河少龍後面偷聽到他們的毒計, 才拿回那顆毒狼出來, 而且反過頭來, 算回莫無一雀, 用那顆包著毒藥的毒狼, 以其人之道, 還至其人之身, 靜死了他, 但是吳夫, 善美美, 歸宴這幫人, 幫助呂不韋下手, 這件事呢, 雙方都非常清楚, 現在河少龍和昌平軍, 說要訂下醉鋒樓, 在他們飲宴, 還指明要善美美和歸宴相賠, 吳夫和善美美的他們聽到, 哎呀, 還嚇到屁滾尿流嗎, 怕河少龍這次是故意報復他們的, 於是呂不韋這邊的人接到消息之後, 就派管中邪過來, 搶先包了龜宴飲宴, 擺明要跟河少龍打對台, 另一頭是中主, 找來也很喜歡善美美的路海來, 請他今晚一起陪走, 那路海又不知頭不知路, 以為美人垂青的, 又怎想到其中還有這樣的符筆呢, 如果河少龍還要不知進退, 向善美美埋手, 要找他晦氣的話, 很容易跟路海產生衝突, 而如果河少龍要向龜宴埋手的話, 一來由管中邪補駕, 二來善美美, 也很容易把這件事攬上身, 也要路海出頭, 那時候, 雷不韋還是做山觀虎鬥啊, 哼哼, 你的頭也想得非常之絕, 河少龍分析清楚形勢之後, 他, 嗯的先, 微微一笑, 心想, 你以為我這樣就沒有你扶, 好, 我就一於跟他比拼一番才行, 於是他就對那個來迎接他的, 自稱是副管事的春花婦人說, 這件事, 我自己會問善美美和龜宴兩個, 不過你最好呢, 就跟五樓主說一聲, 你說如果我半個時辰之內見不到他, 他的最風流, 以後就不用開了, 而明年今日, 就是他的機神, 哼, 講完之後, 大踏步地向前行去, 那個春花聽到這番話, 嚇到臉色都變小, 即時是細細聲地, 通知了旁邊的丫鬟, 叫他馬上品告五樓主, 而自己全身都震在前邊帶路, 當然啦, 所謂不怕官就最怕管, 現在漢小龍身為刀騎統領, 正好像是咸陽城的警備司令, 又或者是警察局長那樣, 要剷平你這座最風流, 話都沒那麼容易, 就算是呂不韋, 也未必可以當得住的, 哎呀, 他現在開到口說, 如果五樓不出來見他, 明年今日就是他的機神, 就是要拿你的命了, 你說得不得人害怕呢? 漢小龍走進去, 在他們訂了飲宴的地方, 那是最風流主樓二樓的大廳, 也是最風流最豪華最熱鬧的地方, 一廳之內設了二十幾席, 有點像二十一世紀的酒樓, 不過就闊得多, 漢小龍上來的時候, 裡面已經坐了很多人, 伊香殯影非常熱鬧, 這時候, 管中邪和路海已經坐在其中兩席了, 不過不知有心還是無意, 這兩席都是設在昌平軍那一席的左右兩邊, 這時候, 昌平軍正是滿面露湧, 因為那個管中邪, 就不單止抱著龜眼, 還將瑩瑩也帶來, 就在他身邊, 瑩瑩顯然想不到, 他在這種場合之上, 遇到漢小龍, 當場受足無數, 得低頭不敢看他, 漢小龍看到他的心也暗暗發怒, 知道管中邪特地帶他來, 令昌平軍兩兄弟和自己難堪, 但漢小龍很快就鎮定下來, 他就嘻嘻一笑, 跟旁邊的人打個招呼, 然後就坐在昌平軍的身邊, 路海一見到他, 也離開了身邊的善美美, 迎上漢小龍說, 哎呀, 漢大人, 猜不到在這裏碰到你, 真是稀嚇, 稀嚇啊, 哈哈哈哈, 漢小龍眼睛一瞪, 心想, 首先要點醒路海先, 不要被管中邪的奸謀得逞, 於是, 他把路海拉在一邊, 笑著說, 讓我先猜一下, 路大人, 一定忽然接到善美美的邀請, 這樣才過來附會的, 是不是呢, 路海聽到很惡然, 是啊, 漢大人, 你真是神仙君, 你怎麼猜到的呢, 哈哈哈哈, 漢小龍輕鬆地笑了兩聲說, 怎麼會猜不到呢, 因為小弟今晚, 是要上來找吳夫的晦氣, 善美美和歸宴都有關係, 當然要找人幫手護花啦, 如果我和路大人公然衝突的話, 那就中了, 善美美幕後,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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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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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